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央气象距今8天下午5点17分针对全台12县市发布高温资讯,提醒有36度高温发生几率。 气象局表示,各地天气晴朗炎热,明9日中午前后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,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。 高温区域范围,橙色灯号,36度连续3日或38度以上,为花莲县,黄色灯号,36度以上,为台北市,新北市,桃园市,新竹市,新竹县,苗栗县,嘉义县,嘉义市,台南市,高雄市,平东县等11县市。 气象局提醒,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,劳动及运动,注意防晒,多补充水分,慎防热伤害。 室内保持通风及凉爽,建议采取人体或环境降温的方法,如扇风或利用冰带降温等。 关怀老人,小孩,慢性病人,肥胖,服用药物者,弱势族群,户外工作或运动者,远离高温环境。